各位仙周報的讀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元甫 來高雄找最好吃最好玩 就要看仙周報 我想給大家一個正面的能量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可以從藝人這個角色 然後蛻變成怎麼會變成一個藝術家 你準備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事 你遇到了什麼人 你的心裡遇到了任何的困難挫折的時候 你是怎麼畫起來 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管是年輕人還是中年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一種信念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這一股能量的力量 其實藝術家要規劃一個計畫 我覺得不是那麼的切實際 因為藝術家這條路其實是蠻漫長的 然後呢其實它沉澱的時間也是蠻長蠻久 也是很需要 今天我有一個計畫 是在六月的時候 有一個個展 在台中 然後 今年最主要就是這一個 接下來 我想要休息一陣子 因為 有點擠壓太多了 我覺得 多花點時間看看自己 然後一天比一天好 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設定目標 一天一天達成它 你會有自信 你會有勇氣 到時候 你就知道怎麼做決定 要不要招待 一天 真的是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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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凍結嗎 我要邀請 總有一天 是 或者是